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 古人云 归捆乃圣贤所处之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纵观历史悠久的 中华文明 闪动的是 周朝三太 孔母岩氏 孟母长氏等 无数身名大体 之贤母的身影 正是他们 尽心地守护 孩子幼小 纯净的心灵 奠定了 儿女走向智慧人生的 家庭教育根基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母亲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家长是孩子的气蒙老师 除了照顾孩子 日常的吃穿住行外 还要言传身教 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孔子说 理人为美 则不处人 焉得志 所以 孟子能成为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 与他年幼 所受的教育 尤其是他母亲 以人为灵 择善而从的影响 是分不开的 孟母长世 教子以礼 为母为孤 身名大体 孟子 明科 战国时期 租国人 孟子三岁时 父亲 就去世了 母亲长世 是一位勤劳 且有见识的妇女 她一边 仿杀织布 维持生活 一边 全部心思地 关注着孟子的成长 她希望 自己的孩子 能够读书上进 早日成才 那时候 因为家住在墓地附近 孟子就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 玩模仿送葬的游戏 孟母 孟母认为 这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便迁居到一个市场附近 可是发现 孟子很快 又学习小贩子 沿街叫卖的事儿来 孟母 孟母又觉得 这处也不适合孟子居住 于是 又迁居到 学堂的附近 学堂里的先生 不仅教学生们读诗书 明白做人的道理 还教导学生 日常生活中 待人处世接物的礼仪 自从住到学堂附近后 孟子不但将学到的经典 常常背给母亲听 还能自然地 在生活中 模仿学堂先生的形式和礼仪 孟母看到 学堂对孩子的教化作用 就在此定居下来 这就是流传至今 孟母三千的故事 孟子长大成家后 孟母也时刻不忘 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帮助孟子不断发现 和改正德行上的不足之处 有一次 天气非常炎热 孟子正准备走进自己的房间 抬头忽然看见妻子游士 挽着上衣袖子 两只手臂露在外面 十分注重礼仪的孟子 心中感到不悦 便停住脚步 没有走进房里 古时候的人们 非常注重男女间交往的礼价 如果不是家人 男子是不会单独进入 女子所在的房间的 由世间孟子没有进入房间 便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难过地到婆婆那里去辞行 说 妇人在自己房里看见丈夫 本来是不行宾客礼节的 现在 丈夫用宾客之礼要求我 说明是我做得不好 才使丈夫将我当宾客看了 妇人家做客时 是不能够留下过夜的 所以 现在 我只好向您告别 回到爹娘那里去 长室听完儿媳的话后 立刻召唤孟子 孟子听到后不敢怠慢 马上快步来到母亲面前 说 母亲 您有什么吩咐吗 母亲对孟子说 礼记里讲 如果 要走上厅堂的时候 声音 一定要高一些 好让里面的人 知道 而有所准备 如果 将要走进房间 埋过门线的时候 眼睛 一定要向下看 以避免见到人家的疏漏 或过失 使人感到尴尬 现在 你自己对礼 还尚且不明白 就去责复 就去责备人家 岂不是背离了 礼的精神吗 听了母亲的一番话 孟子 深刻地反省到了 自己对礼的内涵 并不真正明了 惭愧之心 顿然升起 他向母亲 深思一礼 说 感谢母亲的教诲 及时帮助儿子 指证过失 并使我对礼 有了进一步认识 现在 儿子知道错了 一定认真反省改过 请母亲放心 孟子对母亲说完 当着母亲的面 转身 向游试 失礼道歉 说 刚才 是我的错 让你受到了委屈 现在 我真心地 请你留下来 游试 见孟子 如此真诚 也就欣然点头 这时候 母亲脸上 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夫妻二人的内心 也随之 充满了喜悦 母亲 深明毅力 保全了儿子 和儿媳的家庭幸福 孔子曰 君子敬而无师 与人公而有礼 礼的本质 在于对人 事物的恭敬 而不是用礼的形式 去要求别人 由此可见 礼 首先 是怀有一颗 实时感受 他人需要的 爱心 进而做到 内守成静 外顺人情 只有这样 礼仪 才会成为 人与人之间 既爱静 又变通活泼的 相处方式 后来 孟子继承 并发展了 孔子的理智 和德政思想 一生致力于 提倡王道 主张 人正 孔孟之道 在中国数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 成为了维系 人心和谐 社会安定的 主要人论教育 孟子 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 亚圣 孟母 克勤克俭 谈心如苦 坚守智杰 抚育儿子 重慎史 励志 敦品 免学 数十年如一日 思思入寇 毫不放松 既成就了孟子 他本人 也成为 名垂千秋万世的 模范母亲 在中国历史上 受到普遍尊崇 黎民百姓 传颂着 他的故事 文人学士 为其 立传作赞 达官显贵 孟母后裔 为其 树碑修辞 后人把他 于北宋文学家 欧阳修的母亲 欧母 尽忠报国 岳飞的母亲 岳母 近代名将 陶侦的母亲 陶母 列为 母亲的典范 号称 中国四大贤母 孟母位居 贤母之首 听故事 早晒 跟 立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聆听